其实我们如果要做出什么删除 所以新增有个3 3的话我建议就从后面删过来 所以我删的方式记得就是 for i 等于最后一个 should 等于看 这个蛮重要 should 的全部就指的是总共有4个 到第二个 step 负 1 然后把那个工作表删除 should 刮乎哪一个 最后个 4 吧 delete 就第四个 3 第三个 第二个 那这个好处就是说它不会影响到前面 因为你如果删前面它会变得顺序乱掉 那你会变得删不到你应该删的那个工作表 这个很重要 因为坊间的书籍没有人写这样 这是我自己想出来的 因为你最后你要减1 加1 哇 头晕好这样 干脆写这样最简单 那另外的话 这个地方有一个什么application 这个什么display 等于false 主要是因为 它这个会删除的时候 它会跳什么呢 跳一个警告 什么警告 比如说它这边跳什么 诶 是否删除 是否又删除 是否又删除 天哪 那如果里面有100个公司 它会跳100个 这个是否删除 OK 所以你如果不想它跳那个的话 很简单 就是怎么样 用application.disprezzer learn 把它关掉 意思是说不要跳了 不要再问我了 直接帮我删掉就好了 不过最后你记得